大家好,我是松山扎的宣童 今天我们开始讲金庸先生的名片《笑傲江湖》 中越松山,巍峨雄伟,风扇台前 当今天下,五大剑派齐聚于此 此武派,又名五越剑派 为中越松山派,东越泰山派 西越化山派,南越恒山派,北越恒山派 近百年来,五越剑派在中原武林崛起 五派中各有高手,笑傲武林 单以剑法而论,可谓各有千秋 锋芒直逼曾经的王者武当和峨眉 如今这五派中,以松山派最有实力 据说松山掌门左冷禅,武功出神入化 且手下人才积极 十几位师弟,均达到一派之主的实力 左冷禅不但武功出众,且野心勃勃 这一派之尊,早已不能满足他日渐增长的胃口 于是合并五越,成为五派总掌门这一计划 渐渐地浮出了水面 左冷禅坐在风扇台那块巨石之前 面对着四位掌门,朗声说道 诸位,据密报 魔教即将大举进犯,我五越剑派 不知几位掌门有何应对之策呢 坐在东手的一位白血老者接口道 魔教与我越剑派向来有仇 双方摩擦不断,可自从化山那一场血战后 已经好多年没见他们有大型动作了 不知左兄的密报是否准确呢 左冷禅微微一笑道 天门师兄的疑问,在下也曾经有过 不过我们已经拿到了十足的证据 所以这才召集几位掌门前来商量 此事关系道,我五越剑派生死存亡 不可不易呀 泰山派的天门道长脸色一变急忙复合道 如此看来,事情当真急迫 还请左掌门明示 我泰山派定不会落后 显然这位天门道长和左冷禅之间 关系非常密切 就听左冷禅又说道 魔教势力庞大 单凭我五越中任何一派都远远不是对手 所以若想生存 我们五派就应当结盟到一处 一派有难 其他四派立刻鼎立之远 五派之间同气连之 只有这样,方可躲过此劫 他这提议貌似很有道理 可除了泰山派硬核之外 其他三派或不置可否或出言反对 特别是华山派掌门岳不群 言辞不卑不亢 却犀利异常 将当前江湖形势分析得丝丝入口 左冷禅眼见这次结盟的计划无法实现 当下强作笑容 正要宣布此次大会到此结束 突然飞来一块巨大的阴影 随后从那阴影之上 落下数十位身穿黑衣的汉子来 与此同时 在树林后更是闪出上百名黑衣人 那黑影继续向前漂浮 快到近前 众人这才看得清楚 却是一面漆黑的大旗 旗的正中央用金丝刺绣了一副 日月环抱的图形 几位掌门不禁脱口道 魔教的日月旗 这黑影来得好快 将到风扇台前 竟快速落了下来 大气垂下 刚刚悬挂于风扇台前 而台上却站着一人 远远看去 笔直阔口 一张方脸 双目金光四射 极为有神 他既站在高处 左冷禅在他脚下 立刻显得无趣 于是急忙跃到 其他四派的旁边 就听那人沉声说道 五月剑派 竟敢密谋联合 对抗我日月神教 当真胆大妄为 老夫人我行 就在这里 今日特来收服 你等五月小辈 若我神教 光大美美 否则 没人能活着走下松山 此言一出 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魔教教主 人我行 乃是近十多年来 江湖上一等一的大魔头 凡正道之人提起他 无不是又怕又恨 可这人既为教主 武功早已到达 登风造极境界 见过他真面目的人 除非是魔教帮众 或者是武功盖世的一代大侠 否则均难以活命 所以就连左冷禅 也是头一次和他相见 人我行一双冷冰冰的眼睛 盯着对面无人 一种无形的威压 从上传来 天门道长头顶见汉 却大着胆子说道 人那个 人教主 你今天偷袭而来 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 这不是英雄所为 若真想对敌 你我双方应该定下日期 聚齐了人手后 再决胜负 人我行冷哼了一声道 你们五派精英 尽在此处 又何必另选他日 我也不以多取胜 今日你们任何一个人 能胜得了我 我自当离去 放你们一条生路 否则多说无意 天门道长拔剑在手道 就平道 领教一下人教主的武功 见天门飘下石台 向这边走来 呼听一个浑厚的声音道 就凭你 还不配和教主交手 属下带教主 陪你过上几招 就见从风扇台前 一众黑衣人中 走出一人 也不见这人身形如何动作 突然 已经来到天门面前 刀光闪动之下 已将天门周身 笼罩于内 他一招之下 战了先机后 就不再给对手机会 出手越来越快 呼听天门 啊的一声尖叫 手中长剑 脱手而去 身子直挺挺的 退出几张后 摔倒于地 拿人回身 向着人我行 伸失一礼后 缓步走回 人我行略一点头道 有劳向左使了 天门 你能和向左使 坚持到二十招才落败 也很难得 你既然输了 还有什么说的吗 天门面色羞愧 暗道 怪不得那人 武功那么强劲 原来他就是魔教的左使 向问天 败在他的手下 道也不失脸面 恒山派掌门 定贤师太 站起道 人施主凸起刀兵 实非善举 平泥不裁 想领教一下 教主的神通 任我行孝道 都说恒山定贤 健胆缠心 果然名不虚传 可惜 你身为女流 老夫怎能和你交手 你且在旁观站就是了 左边角的一个不起眼地方 缓缓站起一人道 在下恒山莫大 武功低微 本来与世无争 可今日不出手 是不行咯 人前辈 请了 任我行点头道 萧香业语 莫大先生 后辈中 的确有这么一号人物 听说你通达英律 不如和我们驱阳驱幼时 切磋下巴 就见 在相问天身边 一位长相平和的中年人 缓步走出 他冲莫大略一抱拳道 在下驱阳 还请莫兄 手下留情 莫大一脸的苦涩 拉了几下二胡 乐曲 七苦哀愁 催人泪下 驱阳一皱眉 将一把谣情 邪抱在怀 右手轻拨琴弦 但闻清朗之声传来 中文弹诀 心中为之一爽 浑然不觉 长中二人 正在你死我活的厮杀 莫大从二胡底部 抽出一把细剑 寒光飘飘 伴随着胡声 剑影传插其间 攻守有去 进退之间 俨然有一种 大家风范 可那驱阳 依然只是徒手扶琴 二人转眼 百招已过 情剑相斗 剑分高低 忽然 莫大的身体 抖得退开树步 他脸色灰暗倒 曲胸果然好伸手 在下 赶拜下风 曲阳依旧平和道 莫先生胡音哀感太盛 无法发挥出音律之美 若能 莫大却打断了他的话道 此乃我心中之声 不会变了 二人对视良久 各自回归 五月之中 只剩下松山和华山 还没有落败 华山掌门 华山岳不群挺身站起道 在下华山岳不群 今逢五月有难 可我华山上下 即便站死于此处 也不会屈服魔教的淫威之下 岳某虽然不才 斗胆下场 还请任教主不吝赐教 任我心看向这个一脸正气的中年人道 华山剑法 天下文明 当年风轻阳 明动江湖 不知他的后辈 穴到了几层 对于华山掌门 他却不敢稍有怠慢 身形斩动之下 已从风扇台上飘了下来 岳不群叫了声得罪 挺剑向任我行攻去 正是华山剑法的精髓 今日遇到强敌 他一出手 就是毕生绝技 任我心向后退看一步 宁神拆解 战有二十招 岳不群身体内力充盈 他练就了一身紫霞真气 此刻满脸布满了紫气 每一剑刺出 都会有滋滋之声 威力也渐渐大了起来 任我心反而皱起了眉头 先前敬佩之心渐去 忽然大吼了一声 风轻扬的传人 不过如此 呼的一掌起来 岳不群只觉得周身 被掌力笼罩 急忙回见抵挡 可对方随后一掌 犹如巨斧劈来 他不敢硬挡 只好后退 任我心一旦发起攻势 就如潮水一般 一浪高过一浪 岳不群只觉得胸口 都快炸开 自己就如狂风大浪中的 一夜小舟 即将被浪头打碎一般 突然 一股巨大的吸力 从对面传来 他无力握剑 一松手 长剑已被对方夺去 任我心并未继续追杀 眼中露出轻蔑的神情道 风轻扬的剑法 看来失传了 如今的华山剑法 徒有虚名 紫霞神功 当真是不堪一击 岳不群此刻心潮澎湃 他半生苦练华山剑法和内力 不曾想和人大魔头 相差这么远 如果不是他开始惧怕 华山前辈的威名 恐怕自己早就败了 难道真如他所言 只有风轻扬的剑法 才是正宗吗 不可能 如果剑宗为正 那为何这么多年以来 一直是我们器宗 主宰华山呢 一定是我还没有 修炼到最高境界 我该怎么办 该怎么办呢 人我行并不理他 却看向了左冷禅道 据说五岳剑派中 以你左大掌门的武功为最高 老夫道 见世见世 你这位后起之辈 是否名副其事 左冷禅目露凶光 右手紧紧地握住了剑柄 森然道 你我之间早晚会有一战 就让左某领教一下 魔教第一高手的神功 之二人 乃是当今天下一等一的高手 剧斗之下 只打得飞沙走势 二人从平地上 一直打到风扇台顶 掌影纷飞 纵横百合 看看百招已过 人我心忽然一掌 静悄悄地打来 待到左冷禅出掌相迎之时 却感觉波得一声 犹如金铁被磁石吸住一般 他心中一惊之下 再想抽掌 已是不能 但觉得全身的内力 忽然从掌心涌出 竟向对方体内散去 左冷禅只吓得浑身颤抖 心中暗道 完了 都传说这人老魔 练成了悉心大法 可以吸取他人内力为己用 如今看来 世间真有这等武功 可他为人坚定 且一身内力 也到了顶峰 急忙收束心神 将内力凝于丹田 可人我行的内力 又攻了过来 自己如进行抵抗 则立刻被对方吸走 如果不抵抗 却会立刻死于对方掌相 左冷禅左右为难 全身大汗淋漓 就在这时 忽然人我行 浑身一阵抽动 猛地将左冷禅弹开 说道 左掌门果然神功盖世 竟能和老夫打成平手 本座今日 还有事情 你我还要继续比试吗 左冷禅如逢大赦 他心中暗道 这魔头已经站进了上风 为何突然变得如此恭维呢 这其中有什么古怪 看他身体 斗若筛糠 难道 他有什么内疾 发作了不成 可这 也只能想想而已 他实在没有勇气 再上前挑战 今日不败 已经是老天开眼 当下抱拳道 任教主请自去 在下随时恭候大家 魔教众人走后 左冷禅随被推选为五月盲主 因为其他四派 今日亲眼见到了魔教的强大 而左冷禅竟然和魔教教主 打成平手 其实力 有目共睹 如果没有松山派的保护 其他四派很难存活 只有左冷禅自己知道 刚刚的凶险 他也终于明白了 自己的武功和顶级高手的差距 从此 每天苦练武功 十年之后 已经大成 将一种极为霸道的寒冰蒸气 融于体内 至此 已踏入超异流境界 他时刻期待着再次 与人我行一战 而原本稳赢的人大教主 为什么突然放过对方呢 他到底出现了什么变故呢 魔教中最可怕的人 到底又是谁呢 请看下集 悉心大法 遭反噬 东方不败 成魔尊 TVB版本的连续剧 向来是前两集进行改创 而《笑傲江湖》的改创部分 非常得体 可以说是魔教和五岳剑派 十多年前往事的一种补序 这两集起到提纲窃领的作用 《笑傲》这部小说的主要矛盾有三 分别为 魔教与中原武林整体的矛盾 我们称之为 正邪之战 再就是魔教内部之间的矛盾 我们称之为 魔道之乱 再者就是正派之间相互夺势 特别是个别人想通过武力 独霸江湖 我们称之为野心之火 而这三种矛盾中 第一种正邪之战 是主要不可调和的矛盾 这就是整个故事的大背景 而金庸先生 就是把当时的武林 比喻成各个朝代的社会 小说中每一个人都映射 现实中的某一类人物 他要让我们准确地看到 在社会大潮中 大部分人类的丑恶嘴脸 和一小部分善良人的无谓挣扎 所以也可以将《笑傲江湖》 电译为一部社会讽刺小说来看待 而主人公林胡冲这种 放浪不羁的性格 恰巧冲淡了原本 严肃冷酷的话题 这样就使得小说 变得非常好看 且很有深度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就点下关注吧 公众号上还有本期文案 喜欢看文字的小伙伴 请桑马加入 将会带给你 不一样的心得体验 与人生感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